那现在呢我们要更改多项物体 同时让它们在一个水平面一致的位置 我们第一步骤我们就要复制上一集的这个圆 然后把它复制下来 那复制下来之后呢 我们要找一个作为我们最适宜的高度 那我们这边测量 测量然后 哦不是我们要找公用程式 公用程式点位置 我们找它的圆心 它的Y是722.2嘛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在这个水平面上 我们先把它选起来 然后邮件性质 然后我们的Y 中心点Y 我们要输入 它现在是各种 我们要输入722.2 Enter 诶 没有输入到 722.2 然后呢 现在它就会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面了 但是它就会是这么多的 好 然后再给它 准备 然后再给它